我跟你讲 姐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特别喜欢到什么程度 就跟大哥说一说 就我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外面走 那真的挺爱我旅游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 但关键是我没时间 我得上班 一边是追求生活仪式感的大姐 一边是她是稳重的大哥 究竟谁能搞定谁 好嘞好嘞 自我介绍一下 原来不然红娘想你 你好年轻 好漂亮 今天来相亲的是孙璐 今年47岁 心理词询是一名 看大姐这小脸嫩的 真是40的女人一枝花 简直就是美了美了美了 我是在12年的时候 就是跟前夫分开的 因为她是一个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自我的一个人 我们俩爱一致 我女儿的学费比如说是7000 她拿4000 我拿3000 就这样的 分得这么轻 对 特别轻 今天真是小豆拉屁股开了眼了 像大姐这样漂亮又优秀的女生 都受尽了丧偶式婚姻的折磨 长期的AA制生活 更是让大姐的心不凉不凉的 大姐啊 在婚姻里 你可真是个苦命人啊 可能放在第一位的 就一定是一个人的品行吧 就因为一个人的良好的品行 能给别人安全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说可能说你不一定那么优秀或者完美 就是你是我的菜就行 那我的菜就是一个不木讷的人 就是可能说喜欢聊天 喜欢有趣的东西啊 喜欢探索这个世界的人 然后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的人 这最基本上就是我要求的 俗话说 吃一歉长一致 婚姻的失败让大姐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能够相互扶持 价值观相同才是最重要的 根据大姐的要求 红娘找来了张大哥 面对年轻貌美的大姐 这谁能顶得住 大哥可谓是瞬间沦陷 可爱情需要的是六月天吹南风热对热 光大哥一头热可不行了 大姐啊 虽然咱年纪五十貌美如花 也不能拿着梦中情人的标准找老伴啊 这样就不递的了 所以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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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哈 当然我学的我还是需要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学识一点的 就是也不用太文化随便太高 起码也有一点的就是文化修养的这种 俗话说宁钗一座庙 不回一庄婚 俩人儿到底合不合适还得靠捞啊 大姐啊 把文化程度和文化修养挂钩 这就是你的不对楼 大哥主打的就实在 找个人陪你好好过日子 不也是没事一庄吗 到了咱这个岁数 就是天上的仙女 也没必要过分挑剔了吧 我不收眼 酒呢是没有聚的这个 我不喝酒 平常我也不喝酒 就是要有的 就真的要是大伙聚对盹的 能喝点 能喝点 但是我一般有尺度 我是很有尺度的 喝点 大哥啊 你的爱情来了 就要奋起直追的架势 真是让人不服不行啊 就怕是竹篮打水一场功啊 大姐的表情 也是有点过分了啊 俗话说 买卖不成人意在 就算不符合要求 也没必要一脸嫌弃吧 陪你风花雪月的人 能陪你安稳度日吗 我看你这样是人的 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 干嘛要去祸害别人 我跟你讲 那个姐是一个 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特别喜欢到什么程度 进去跟大哥说一说 就我一年 有好几个月都在外面走 那真的 挺爱我那个旅游的 其实我也是这样 但关键是我没时间 我得上班 我的工作人性 我就再想 退休以后 就是可以了 放松了 老天爷总算是开了眼了 机晶周折 俩人儿终于找到了 共同话题 不过看到他们的互动模式 可以说是让原本 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床啊 也只能说 天不渡无缘人啊 我觉得生活可能 要有一定的品位和质量 那你喜欢的东西 你要有能力去买拥有它 或者要生活 你要有能力去享受它 比如说我女儿 去三亚 就会上那个鸟巢 就拍《非诚勿扰》 那上面 我会领它去上那上面去住 一个晚上1400多 然后会领它去看 做最好的海景房啊 这都是我平时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会该省的时候 我是省不浪费 但是我该花的时候 我会花 不得不说 大姐你这超能力 可真是牛逼plus 你这是想让大和之男而退啊 都成年人了 不合适就不合适呗 相的亲怎么还炫起夫来了 这不操作也是真谜啊 还你觉得 你觉得有啥用啊 你有钱你就花 没必要在这儿眼 强扭的瓜不甜 消费方式生活方式不同的人 确实很难在一起生活 缘分这是谁能说的准呢 不过大姐啊 咱也没必要高不成低不就的 认清现实比啥都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八哥 咱们评论区见